我們來到第二集的Fone to Fone Project Rewind 今天隨手拿起幾部機器 做一些溫固資深的評論 今天想說一下一些造型比較特別 還有一個形象比較特別的型號 不是普通的一個枕按鍵盤的機器 如果說是轉轉螢幕來說 就一定是代表作之一 Motorola V80 是我自己也很喜歡的型號 轉轉的方式 其實在當時來說也是相當拖隔的形式 也是很威風型的 一推側就會轉出來 還有這款機器的外框 內電的時候也會閃閃幻彩的燈 在當年來說 我覺得是走得很前 還有比較有特色的型號 這個我也是很喜歡的 Motorola V80 今時今日 拿著手 這款機器的手 依然是覺得 一點都沒有勾的感覺 所以你說這些設計 就是可以這麼永久 另外如果說到會轉的 這款手機器的方式 我都要介紹一下西門子的SK65 它有一個外號叫十字軍 因為它的轉螢幕 將這款機器變成了十字型 其實這款機器是很有特色的 其實這款機器是很有特色的 還有 基本上我可以說 除了這款機器之外 這麼久的手機 歷史以來 我都好像不太覺得 還有其他的手機的設計 是用它這個設計的 這款機器完全是變成十字型 然後顯出了鍵盤 那時候它也是有少少主打 這款機器是商務形式的一個型號 我自己就覺得 嘩 真的很特別 很特別的一部機器 這也是我一部很喜歡的一個收藏 而且 其實這部機器也是很罕有 很少人有的 說到轉轉機 又怎麼可以少得 Sony Ericsson S700 這個其實就是 它轉轉的方式 當然它不是最先驅 但是 它本身這個設計 是相當漂亮的 因為它是直接把 當時日本本土的型號 改成國際版 變成GSM 所以 還有它這個 雙面的設計 背面是 那時候的100萬像 130萬像的CCD鏡頭 那時候 簡直是 紅霸了 手機界的 攝影 那時候 那時候 還有它的機身 整體的設計 可能是日本製的設計 也是 相當漂亮 還有 可以說是 非常具大革命性的一部 轉轉的手機 這部也是很棒的 說完S700 當然不能少了 Sony Ericsson 它同系列的大腦 W900 也是一個相當經典的轉轉機 它比起 S700不同 S700就要用人手去轉螢幕 但是 W900 就是一推 就是彈上來 還有它本身 這個設計 也是 當時也是 將日本 好像S700 將日本本土的型號 改造國際版 也是雙面設計 一邊是一個 好像數碼相機 另外一邊 就是一個 傳統的電話 再加上 就是這個 一推 這下 簡直是認得不得了 這部 也是 我的心愛之一 剛剛說完 轉轉螢幕 這個 也是類似的形式 轉轉螢幕 不過 它比轉螢幕更有型 是 Flat 這個就是 美國 早年 都相當流行的 Sidekick 系列 看看它的轉螢幕是怎樣 嘩 是相當型的 其實它有一個 掀石位 在這裡 一推的時候 就會彈開 就會變成了一個 全鍵盤的形式 整個遊戲機 那樣 在美國其實都 流行過一段 幾長的時間 都是很流行的 這個就是Sidekick 說到Sidekick 還有其他的 很多型號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 後計的版本 這個 Sidekick 是Motorola出的 其他的Sidekick 的型號 大部分都是Sharp 生產的 而這一部 就是其中一部 是Motorola生產的Sidekick 但這次是推螢幕 推了出來 就變成 形式 跟Sidekick 一樣的 形式 不過它這個螢幕 就不能轉 就是這樣推 這一部 也是很漂亮 我自己很喜歡的一部 說到這一類的Full Keyboard 的電話 在美國 就相當之流行 因為 其實不只是美國 在英語世界的地方 他們都是相當之流行 因為 始終它的Full Keyboard 在出Message的時候 都是相當之方便的 而這一部 就是大陸的UT Starcom 就是幫助AT&T生產的 一部 叫做Quickfire 的型號 其實也是跟Sidekick 的Full Keyboard 相當之相似 這部 也是相當之 少有的收藏 香港沒有的 另外 手上這一部 也是一個Full Keyboard 的電話 但是它外形 完全不像一部電話 就是一個歐洲的 一個牌子 叫做Ogo 接聽 以及收線 的位置 在旁邊 正面 就看 就好像一個 電子手帳 以前很流行的 電子手帳 其實也 打開它 就有螢幕 還有 一個Full Keyboard 也有一個 圈圈圈圈圈 上下左右的 按鈕 所有的鍵盤都在 也有 聲音 這部 整部 好像一個 快逆通 字典 電子字典 也是一個 相當之 特別的收藏 自己也覺得 這部機器 挺特別 挺型的 也是一個 很另類的收藏 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個 Full Keyboard 電話 怎麼可以不提及 PALM 因為這個 也是一個 始祖級的 品牌 也是 做這個Full Keyboard 型號的 電話 相當之 具代表性 手上這部 也是非常古董的 PALM 其中一個型號 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個 Full Keyboard 像摺機一樣 這個Full Keyboard 還有一個大窗口 其實你看回 現在才看回 和現在 好像 例如你看到 Note 3 那些 都是有一個Full Keyboard 開的大窗口 也看到 有少少異曲同工之妙 那 隔了這麼多代 原來有些東西 都可以相通 在現在的 新一代的電話 都可以用到類似的 那這個 我也覺得 是挺特別 挺喜歡的 一個收藏物 那 這個就是 PALM的 一個 PDA電話 講到 古怪外型 那 這個是 我自己的 收藏物之中 其中 我覺得 是最古怪 最古怪的 一個 外型 那 這個 是 UK的 Pogo 一個公司 曾經出過一個 這麼古怪的 整個玩具 又不知像什麼 外型 一個 很 未來 外太空 一些 武器的感覺 一個 Full Touch Screen 另外 充電位 在這裏 另外 有些 按鈕 可以用的 也是 極級古怪的 這個 Pogo 剛才說了 這麼多 Full Keyboard 的電話 其實 Nokia 也有一個系列 出了 都是一個 Full Keyboard 正面 看到一部 普通的 Feature Phone 但是 它就有一個 鱷魚口 開了之後 就會成為了 一個Full Keyboard 它這個系列 都出了很多 部機 也是一個 挺特別的 打開了 全部都可以按兩邊的 鍵盤 這個也是 我覺得 挺喜歡的 一個 雖然是很古怪的 外型 但是 也挺創新 以及很創新的 其實 這個 鱷魚口 的標記 也是 相當之獨特 我也挺喜歡 這個 Nokia 系列 另外 手上 這部 也是有個 Full Keyboard 電話 跟剛才的 Nokia 也是有少少異曲 同工 表面看上去 就像一部 普通的Feature Phone 有個 螢幕 有按鍵 但是 它打開 裡面 就 有個Full Keyboard 另外還有一個 屏幕 這一部 是LG的 KT610 這部 也是相當 少人有 比較罕有 的 型號 我也挺喜歡 這部機 因為整體的造工 或者設計 其實也是挺漂亮的 使用上 這裡就是一個普通的電話 可以這樣 平時打出打入 打開它 可以上網 Message 這樣 兩個設計 合二為一 的一個 設計 我這個 也是 自己很喜歡的 一個型號 講到二合一 的設計 都一定要提一下 這部 Samsung 其中一部 主打音樂的 一個 手機 這一部 跟剛才的 LG 都是 正面看上去 就是一個普通的 設計 有按鍵 有個屏幕 但是 另外一面 另外一面 就是一部 完全是一部 MP3 最多的 手機 是開箱 的 當時 相當之 開始流行的 年代 這個 機 都是二合一 的設計 一面 就是一個 普通的 feature phone 另一面 就是一個 主機 就是给你听歌的 这个也是比较少人有的 和不是很流行的型号 但是我又觉得是相当值得收藏 因为设计也是相当有创造的 和挺特别的 这个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型号 好了 第二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很快乐希望再做第三集的 Project Rewind的第三集 大家等一会 拜拜